嘿 大家好 我是小店主葛瑞斯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分享一下 我們家使用的阿瓜多爾頂級1比1永生玫瑰 它製作成作品花一瓶的一個過程 那首先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家使用的玫瑰 它是從阿瓜多爾來的 它保留了鮮花最盛開最美的時候 這個是真花 那他們自己有工廠會加工 可以看一下它的高密度 跟它的花蕊之間的平衡 還有這個花瓣的柔軟度 都是跟鮮花一抹一樣的 它來的時候都是放在這個小桶子裡 保護它防撞防控 所以因為這樣子 它的花蕊旁邊呢 花瓣都是被壓扁的 所以我會需要使用一個特殊的技能 去把這個花瓣邊邊給開花 讓它盛開 而且並且需要加上手動加上鐵石 是非常麻煩複雜的一個程序 所以為什麼永生花會比鮮花玫瑰來的更貴 因為它的繁瑣跟它的耗食耗工 但是同時它也可以保持很久 如果避免陽光潮濕 還有你放置通風處的話 通常可以保留一至兩年 看你有沒有細心的維護它囉 平常如果有灰塵的話 可以用吹風機的小風冷風吹一吹上面 可以把灰塵吹掉 那給大家看一下 來的時候都是這樣子 也是很漂亮的 高密度跟鮮花是一比一的 看不出來是永生花 那經過手動加工後呢 它會變成這樣子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必須手動上鐵絲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上了鐵絲以後 你才可以去控制這個花的方向 你坐在花束裡 你才會好看 因為有些花束它可能是長柄花束 有些是斜形花束 所以你才能去可以去凹它 在這一部分就會比鮮花來說費工很多 那還有呢 可以看 很漂亮 是盛開的 這個是需要用熱熔膠槍 一片一片把花瓣打開 那我這裡已經開了11朵 可以看一下 每一朵都是盛開的 可以對照一下 跟沒有開的花瓣 一個是有開 一個是沒開 那如果說你一朵盛開的話 它其實會有一個手掌這麼大 手心這麼大 就是跟新花是一樣的尺寸 非常的漂亮 那 這個是客人在五月份的時候預訂的 他要給你朋友做一個粉色 夏洛Kitty的花束 所以我待會會去動工開始這個 花束的製作 那這11朵呢 這邊還有一朵我還沒有做 這11朵開花 就開了我大概一個多小時吧 所以為什麼 夏洛Kitty的花 它會價格比較昂貴 還要比較珍貴的配音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囉 有問題的話可以私信我或我 然後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花花 掰掰